歌手李荣浩近期举行了巡回演唱会 吸引大批歌迷到场支持 日前他到重庆开场 期间却发生了意外的插曲 引发网门爆笑 李荣浩在聊天环节中透露 自己面前的观众手上拿了一个灯牌 上面写的字让自己很想笑 但刚才唱的歌曲很高音 自己又不能笑 因此憋笑憋了很久 接着李荣浩Cue了导播 给该名观众一个镜头 结果荧幕上出现了一名男性歌迷 举着灯牌上面写着 浩哥能瞪我一眼吗 李荣浩搞笑的表示 自己一直在瞪对方 但对方似乎没有发现 让网友们纷纷笑称 其实李荣浩真的瞪了 但是观众看不清楚 是在欺负他眼睛小吗 真的太好笑了 对方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